就會結束了 然後我就被包包滿 然後我就說 拜拜 要回家了 你等我一下 我有東西要給你 等我一下 打到了 給你 拜拜 是愛心嗎 對 是愛心 而且是 因為我在一直找的時候 他就會想說 你到底要找什麼 對 而且我有一個重點 就是如果你真的想要用這一招的話 我剛剛給他玩愛心 我要立刻走 我要說拜拜 要趕快走 不然男生會尷尬 我不知道怎麼回你 可是當我愛心玩 我就跑了 但他會不會抓住那個愛心 他如果抓住愛心 那OK 就中了 但如果是 男生要怎麼回 你沒有 因為我跑走了 不用回 男生就會覺得你很可愛 很可愛 然後你回家就會一直想 讓你 一直勾到 讓你留在原地回味無窮 對 然後我就已經跑 你一定要跑 你要小跑步 對 就是一定要小跑步 對 不然會很尷尬 對 我剛剛說 你這樣給你 我就說拜拜 這樣滿可愛的 這樣可以嗎 可以 就是有 有可愛 有重 就是滿幽默 然後很可愛 滿可愛的 那你在香味上也會有一些 對 就是剛剛說香水 其實我老公也是這樣重來的 就是 重來的 我跟我老公其實前幾次約會 他回去以後都不太敢很直接的跟我聯絡 就是都 就是 約會完回家好像就結束了 然後但是呢我也其實有用一個小心機 就是我從第一次跟他約會 每一次我只要跟他出去我都用同一款香水 我不會換 對 因為女生家裡一定會有很多各式各樣的味道 你要讓他記得那個味道 那個味道 然後呢 因為我跟他就是認識沒多久的話 就是他生日 然後就想說要送他一個東西 可是那個東西千萬不能是太昂貴或什麼 就是很小的東西 因為 畢竟你們兩個才剛認識 所以送他一個小東西 就像 我就隨便舉個例好了 我就送他一個小帽子好了 但是呢我在送他之前 我就噴一點點香水 我不會噴在帽子上面 我噴在紙袋裡面 放進去 因為 你噴在帽子上就是很刻意 很明顯 對 我就噴在袋子 管有印子的話還會 我就噴在袋子裡然後放進去 然後就給他 所以給他的時候你會發現 你把它抽出來那一瞬間 會聞到那個香味 他就會想念你的味道 然後 然後而且他就會立刻打電話給我 我就說 那個什麼 今天謝謝你的東西 那就是很 就是他就跟我提到說很香 然後我就說 我還問他 很香 有嗎 有嗎 然後我還問他什麼 什麼味 是誰 對 都是設計好的 你還問他說 什麼味道 然後他就說 就是你身上都會有那香香的味道 你就會發現 其實他都有聞到 對 但是其實都是你設計過的 為什麼 而且你還要跟他講說 那可能是因為 那個我放在家裡 然後有一些 有味道 有一點味道 沾到那個味道 對 不是可以 所以當你拿到那個東西的時候 你就會立刻想到那個人 而且如果你送他 剛好又是帽子 這類的東西 他只要戴到 就想說 感覺你好像在我旁邊 然後就一直想到 而且又 味道又淡淡 而且你只要在逛街的時候經過 旁邊有人經過是這個味道 你會這樣瞬間回頭看 對 你會被這個 會被吸引 這味道會吸引 會 其實我覺得 視覺跟那個嗅覺 我覺得嗅覺記憶更能抓住男生 對 而且其實像很多人都說 味道會讓你找到你喜歡的那一半 就是你有的時候你會喜歡某一個人的味道 就是人其實跟動物的那個嗅覺也很像 就是肺肉膜 就是每個人身上都有一種特殊的肺肉膜 然後再加上你的香水味的時候 會融合成一個自己的味道 然後當你很喜歡對方的味道的時候 其實你們是相吸的 所以味道也是很重要 味道很重要 很重要